親手DIY 製作潤餅在大口吃下 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 三十號一早來到臺北電氣展 不過日前出席雲林同鄉會活動 與黨內要繳國策顧問等人參叙時 被大家拱喊卓院長 卓榮泰笑回 臉笑為 沒有被拱啦 因為他們是看到後面應該有 其他醫院的院長在叫別人 也不是叫我 低調謹慎回應 從政資歷豐富的卓榮泰 被視為綠營的中生代大師兄 身段柔軟協調能力強 民進黨在二零一八年九回音選舉大敗後 獲得黨內跨派系支持 接任黨主席 不僅曾在賴清德內閣 擔任行政院秘書長 也是賴清德贈回總統大選的總督導 對賴清德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因此接任賴政府首任閣回 被認為呼聲不曉 他沒有對外表示任何的意見 所以沒有人可以在這個時候 對人事來做多加的揣測 你有被賴富徵詢過了嗎 他有問過我其他很多的問題 這個問題沒有問到 柯奎人選確定會是卓榮泰嗎 昨天遇到邱部長 我跟他聊什麼嗎 即使與國防部長邱國正見面 賴清德也沒有回應 因為二十九號下午 也和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 參訪中科院 請辭遭到蔡總統 未留的邱國正也有現身 除了邱國正之外 賴清德身邊 包括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燕 也都到場 先前兩人分別被點名 賴清德會延續蔡英文路線 讓兩人留任 這回視察中科院陪著現身 在接近520前 賴清德人事或許會越來越明朗 華視新聞及剛陽文上特別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